英国单日确诊人数15号逼近2万大关 近几日病例数有些许下降 但最新又通报18804人确诊 疫情严峻 累计74.1万人染疫 德国日增确诊数同样在17号直逼8000人后 一度急速下降 过去24小时却又再通报6750例 累计37.3万人确诊 西班牙感染曲线起伏剧烈 度过9月中最高点后 单日新增数最高维持在1.2万人上下 最新增加12214例 累计101.5万人确诊 法国18号单日新增确诊数达到至今疫情爆发 日增确诊数最高点后 最新通报病例急剧砍半 新增1.3万多人 累计确诊数已破91万人 美国进入秋冬季节 想起第三波疫情警讯 17号新增超过7万例确诊后 最新再通报5.7万例 累计845.6万人染疫 印尼度过10月初日增病例数高点后 出现明显降幅 约两周确诊数持续在4500人内 最新再通报3000多例 累计36.5万多人确诊 马来西亚疫情恶化 连三天确诊数都破800人 达至今记录新高 最新通报865人确诊 累计21363人染疫 印度日增确诊数下降速度 有加速趋势 从每周降约1万人上下 到最新通报4.6万例确诊 降幅多一倍 累计全国759.4万人染疫 日本曲线南载进一步压平 最新通报318例 重回每周低点趋势 累计全国9.3万多例确诊 南韩最新通报58例 是连续第五天 日增确诊数低于百人内 累计全国25333人染疫 最后看到中国 连续一个月通报病例数 维持在25人内 最新增加19例 目前全国累计85704人确诊 最新增加19例